上市公司是什么意思 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并且能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一个公司在没上市之前如果他有一千万的资金 但是这个公司想要扩大经营就需要上市 就可以抛出八百万的股份 如果这八百万的股份有人买了 公司就可以用这些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扩大经营 买这些股份的人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炒股 如果公司赚钱了那么炒股的人也就赚了 如果赔钱炒股的人也就跟着赔钱 一个公司的上市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在上市之前公司属于自己 公司一旦上市就相当于公司所有者把公司的一部分卖给了大众 找大众和自己一起承担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